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裡也一點點會痛 只要動了這一點點也會痛 那表示你這裡動了這一點也會痛 最痛的是這一點嗎 還是這一點 這裡 這個我們一定要問清楚 為什麼 這個骨頭 包括這個骨頭痛 就是兩骨之間的這一條筋 萬一這個骨頭上來一點點痛 上來一點點就屬於哪裡管了 手肘管 所以他說這裡也痛 這裡也痛 不要看他這一小段 可能就已經超過我們的管理界線了 這很可能就要按到兩處了 所以為了謹慎我們再重複問一次 我這樣動 你現在痛在哪裡 可以明確指給他 這兩個位置都在痛 這裡反而不痛 所以我這樣轉 你痛這個還有這一個 這麼明確 好 那這個明確 你不要看這個跟這個痛 這兩點痛就夠你瞧了 就是兩個開關 我們常常是一個開關管很多問題 現在是他兩個點 就用到我們兩個開關 而且距離這麼近 所以這個是很少見 但是還是要這樣處理 也就是我們這裡已經變成怎麼樣 影子又本尊重複了 所以這裡這一條線也可以不可以按 可以 很少在這裡本尊跟影子同時出現 我演講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還看到這麼接近的位置 好 那我們現在來幫你做一下 你說搖了這裡確定會痛 這一點 好 那我們先來處理這一點 好 我們開始來幫他找這些點 這裡痛嗎 不會 這裡痛嗎 不會 這裡呢 一點 這裡就痛 好 那這一點痛嗎 痛 這裡也痛 這裡呢 不會 這裡不會 那他的痛只有到這裡而已 這一小段 好 我們就確定了之後 我們就從這裡最痛 這裡很痛對不對 好 這裡也很痛 是嗎 好 這裡是不是也很痛 這一點 好 所以真正痛就在這裡 好 我就重複 好 就不問了 好 我再幫你舒緩一下 謝謝 不會 這樣舒緩會不會很痛 一點點 一點點 好 這樣我已經幫你做完了 那你的那個手指頭 這一指嘛 好 我再搖搖看好不好 好 好 我看看搖搖有什麼變化 這樣感覺呢 不會痛很鬆了 鬆了 鬆了 這裡確定不會痛 不會痛了 鬆了 那這一節會不會痛 也不會了 也不會了 那為什麼不會呢 因為我要解釋一下 這裡解決了這一條對不對 對不對 手臂這裡按完 這裡都會鬆掉對不對 它這裡鬆掉的時候 這個點跟這個點會不會好 會 所以 這時候 這裡 來講 這裡是對它而言是大開關 但是對這一點痛的時候 這裡是間接開關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因為它是間接把這裡處理好了 所以它在 它才不痛 這時候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幫它按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全身都有很多小開關 原始點要找的就是大開關 這樣大家了解了 所以 為什麼這裡處理了 這裡全部好了 我們還要按 因為 對這裡而言還不夠強烈 當你再把這裡揉開了 這個點會進一步再舒服一點 這裡會不會痛 一點點 一點點 這裡呢 一點點 這裡也一點點 這裡呢 也是一點點 也是一點點 這裡呢 這比較痛 這裡就比較痛 好 那它的痛點應該是在這一個點 好 這裡比較痛 對 好 這樣我幫你舒緩完了 我再幫你搖搖看好不好 好 這樣感覺有沒有更 更加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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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他說更加舒服 就是這一次是真的處理到這一個點 那剛剛這一個點是 因為被這裡間接舒緩了 所以它才舒緩 但是我現在是用更強烈的開關 直接把它開了 所以這裡就會更不一樣了 對 更不一樣了 好 謝謝你 謝謝 Time 對 早安 雅 戰artet 谢谢大家